说到这句话 博物馆 我是阿俊 今天带仔来博物馆摇一下 好路 上 好疼 我已经跳不穿了 像不像我们家的花花 像不像 这么暴晒的天 逛了博物馆 来了图书馆 带着大仔 热的很 来回的折腾 几十三百公里 好了 一个上午又回去了 刚好下午还可以 喂一下小龙虾 大仔小仔过来看我的稻田 看这稻田变绿了 这17号博完的 也有 三四天了 这羊苗长得好快 看很多已经有了 几公分了 高的应该有四五公分了 看 长得可以了 再过五六天的下雨 这下雨都会长得更快 下雨的时候要不要 使点尿素什么的呢 使点复合肥吧 你看 这气温高 长得蛮好的 这么远看过去 已经有绿色了 但是这个野草长得也特别快 看 在天干上的野草 比羊苗长得还要快 这波变道的野草 长得真快 那里面有水的地方 应该是没有怎么长的 水里面一个牛蛙 这应该是 被什么给 被鸟啄死的吧 看这牛蛙没地方跑吧 的 这就是蝌蚪长出来的牛蛙 这么大了 应该是被鸟啄的 让它在里面喂笼下 之前的牛蛙蝌蚪全部都长腿上岸了 但是还有少部分在水里 没管了 现在下茶壳什么的 没什么意义了 该散的已经散了 再过几天 就可以把水抽到那边去了 这一趟水必须得留着 因为到时候 抽这么多井水出来的话 又得划我几十上百块 所以这点水就留着 给我那个晒好的稻田 今天真的是太热了 到了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太阳都火辣辣的 这田已经可以在上面采了 已经发白了 再晒了三四天就已经 白的可以了 那个中间还有水 对 还没有晒干 有水的那个地方 只能到时候 在里面补秧吧 补一点秧就可以 下雨的时候 那一块 那一块 中间的田根没有打草药 那四周都打了 不少除草剂了 这中间明天早上来吧 早一点起床 现在风太大了 最余的那个地方 也开始有裂纹了 接下来就是38度的气温了 只要个三四天 这最低的地方 都要开始裂纹了 这别的地方都可以 放心 都往上面踩了 从来没有把它晒得这么好过 今年一定要把它晒好 看这里发白了 就可以跑车了 这里挖掘机在上面跑 都没事了 那个角落那里还有一点 不是特别好 过去看一下 羊苗其实长得还算可以了 这边的羊苗 再过五天 天气预报就会有雨下 只要天气预报一下雨 我就把那边环沟里面的水抽过来 然后再抽几天的井水 把这里面的水位给升起来 然后 不计到8月5号或者8月10号 就可以放虾苗了吧 这个六母汤的水稻 跟娘母汤的水稻 是同时洒的 但是这个六母汤的水稻 长得高一些 可能是这个很久没有晒 淤泥很深厚 比较肥沃吧 还有好多杂草的 这种是好大一兜兜的那种 拜草还是什么草 今天这个应该会结稻谷 到时候看看 让它直接烂在田里 还是怎么整